横溢出新秀 亚洲之星特辑 是由King Koi 戴装弹簧常入 Sanio Aircon 以及Second Carriage所赞助的 两年一度的才华横溢出新秀 自创办以来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 本着发掘更多电视新人的信念 这一路走来造就了许多你我熟悉的饮品重新 光芒耀眼各自在演绎的天空 绽放出迷人的风采 十年岁月 这项娱乐盛世从当初的本土化转向区域性 其规模和气势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风云在起 才华的旋风横扫星马中港台 最终目标照出最闪亮的亚洲之星 为这世纪末的最后一届赛事 写下历史性的新篇章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在87年中的时候 我们其实那时候已经办了好几届的 这个演员训练班 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副主席 郑东发先生就有想起 为什么不要搞一个比赛 然后希望通过这个比赛 去发掘一些新闻 第一届的才华恒与初新秀于是展开了 共吸引了1200人报名参加 阿姐郑惠玉就是其中之一 很久了 印象中是当天晚上的场面是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有很多观众 那种实在感比较强烈一些 而且彩排的时候都不紧张 都很愉快 所以当决赛那天多多小小会面对这么多观众 也想到这个节目上就是全岛都在看的话 多多小小有点压力 第一届才华决赛在万众期待下拉开战步 通过竞赛来发掘演艺人才 这在本地还是头一遭 因此备受注目 只见新秀们使劲浑身解数 在古装和时装短剧里大斗演技 非常的新鲜有趣 比赛采取男女混合时 12位新秀还是阴盛阳衰呢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片浩吴 冲慧玉 我今年刚满20岁 职业是一位全职模特 我这一开口有没有吓坏了你啊 我是编号7号的陈立真 今年21岁 我目前是在家选美公司当经理 平时都是我筹备竞赛让人参加 想不到今天 我却会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成为一名参赛者 我是片浩世的林医生 今年23岁 目前是当全职模特 决赛当晚 事隔11年你说我还会记得吗 不过想想当时应该是很紧张的 吹萧妍 我不信 他到底是谁 你还没告诉他我是谁 你快说你 我也不知道 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只是抱着那玩玩的心里去参加 一玩就玩了十年了 很久哦 经过一番龙争虎斗 成绩终于揭晓了 前三甲分别是继军刘琪 亚军陈丽珍 同时获得最上进新秀奖 当然还有冠军人物郑惠玉 别眨眼 这可是才华的经典镜头哦 阿姐回想起来有什么感受呢 在所有的参赛者的 的那个要求眼光之下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一个 一个承诺 所以我就要求说 总理让我倾向 过了好多年之后啊 再看到吴总也说 他竟然记得 觉得很崩高 才华黑初新秀成功打响第一炮 证明这种发掘新秀的方式可行 推动新市的前身 新加坡广播局再接再厉 在九零年主办第二届 而这次报名的人数 更上一层楼 达到一些八百人次 其中不乏来自鼎方的朋友 先买众圣像 酸甜苦辣爱恨憎 演技时刻情谋恋 观众口味才是真 贤辈引路单紧记 逐读谈词十二分 通告时间一遵守 买个闹钟好黄身 火谈了 火就快要被点上了 欢迎点吧 艺能接力圆满完成 点燃了象征演艺传承的火炬 第二届才忘了一出新秀决赛 便掀开续幕 瞧周初鸣跳得多几斤 新秀们的古装扮相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趣 你还认得出他们是谁吗 同往年一样 评判是根据新秀的演技 可塑性以及临场表现的评分 新秀们可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周初鸣这一招帅呆了 绝对是全情演出 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 只要能够加入 只要进入大决赛 就是有机会参与电视的制作 就是能够拍戏 有一张合约 那我本身的兴趣就是要演戏 所以头三奖对我来说 我并不是多那么的在乎 所以我觉得 只要尽力把它做好就行了 所以当天晚上 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只是把它当成是一场秀 勇军你长得够高 所以当你在做奶茶的功夫的时候 那么一来一往 相信的姿势很美 所以可以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第二呢 这个奶茶的营养价值丰富高 喝了之后 肯定能生出你这样的品种 又长得又高又壮了 榴莲这么多次好吗 虽然有才华人是比较多次的 而且榴莲的外表虽然是难看 尖尖有次的 但是里面如果你吃它 你会觉得它美味无穷 而且是有料的 所以我说 每个榴莲也有不同的味道 决赛当晚是有点紧张 不过到了真正出赛的时候 就是出去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就把整个心情放轻松了 因为我告诉自己 即使真的不能进入 我们已经12名了 就是肯定会被签约 但是我是告诉自己 如果没有前三名的话 我还是会继续去飞 结果陈泰明获得季军 所以他不再飞了 最上进新秀奖 则颁给同事获得亚军的礼美 而周出名众望所归 凭着出色的演技 和极致表现 登上冠军宝座 一场一夜成名的喜悦 如果真的去想会去做什么 不过应该不会加入娱乐圈吧 应该是一半模特儿 一半做别的东西吧 可能我已经结婚 生了孩子当妈妈 做家庭主妇 没有这样好的身材了 当年我是修读电子的 我想如果了 照常语来说 应该是一名技术人员吧 那我现在还会在飞 做我的空中少爷 因为那时候也是 刚刚飞了不久 大概要一年左右 那兴趣是要到处去走走 可能嫁人员吧 可能还是一个罗姑婆咯 第三届《才华黑初心秀》 九三年举行 累积了前两届的经验 前新广在整个节目的包装 和构思上更见心思 规模也日益壮大 华丽的服装 绚烂壮观的舞台设计 令观众眼花缭乱 而且第一次以MTV手法拍摄片头 泼富心意 好人好感 当然 从三千多名报名者中 脱颖而出的十二位新秀 依然是万众注目的焦点 所到之处 更是令记者谋杀了不少焦卷 回想起决赛当晚 听听郭舒贤有什么话说 那时候我的心态 是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想要吸取经验 然后想看更多的东西 然后只抱着一个 弯弯的态度 佳佳啊 你刚才跳得太性感了 姐姐比得上叶子梅呢 你到底有几种性格呢 我有六种性格 然后是六种性格 哦 耶 谢谢你 温柔 善良 凶巴巴 还有 奸诈 最上进之心 给女生参加 奖金五千块 男生长得多么英俊小党 高大威猛 欲速凌方 都没有用啊 当天晚上呢 我非常的 非常兴奋 因为能够进大决赛嘛 然后很紧张 不过我没有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机会 入三甲 所以呢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不过上台还是 在舞台上的感觉 还是有点 有点紧张 我的眼神 好像告诉我 你仍然怀疑我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是真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的 美美 妈回来了 你们家很怪的啊 刚才这个是养母 这个是什么 亲生的妈 那我请问一下 你是什么妈 我 我是他的奶嘛 我觉得当晚的那种感觉是很 是很特别的 因为在那一刻的时候 就宣布成绩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很清楚 就是说 我就是自身于外 就是说 我不是参与整个秀的 我就是站在那边 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不过我觉得我本身那时候 是很轻松很开心的 轻轻松松开开心心 李景梅以甜美的样貌 获颁最上进新秀奖 郭树贤获得优异奖 继军李月仪 则以稳重的台风胜出 他也是第一位入选三甲的 大马参赛者 现在只剩下两位了 肚死谁手呢 如果你记性好的话 当然知道 是李景梅胜出 而亚军则会黄素芳所有 看景梅从柯新智博士手里 接过奖杯笑得多么灿烂 他可是才华有史以来 第一位双料冠军 才华新秀在自身的努力 提升下成绩有目共同 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的确 在许多新加坡人眼中 才华可以出新秀 已成了缔造银河神话的 最佳途径 94年年底随着一系列的宣传造势 第四届才华可以出新秀 正起开罗 开始接受报名 瞧 报名的人络绎不绝 就连邻国的朋友也摩拳他掌 等着来一元摘星梦 算一算 哇 一共有四千名来自新马的朋友 报名 郭飞丽就是其中一位 我想吸取更多的经验 也希望在演艺这边发展 才华横移初新秀九五 首次将新秀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 换句话说 男女两组都将有各自的冠亚继军 夺标的机会提高了 但竞争依然激烈 决赛分造型 身手 口才及表演词的环节 新秀们必须全力以赴 一点也马虎不得 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 决赛当晚的精彩片段 决赛当晚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因为那时候竞争力是非常强 不过当比完了第三个系列之后 第三个项目之后 那就是口才 就比较开始有点心心了 因为从口才当中之后 我的成绩表都是不错 我的猜测 他们是认识一段时间的 而这个男的觉得 他们感情可以进一步的去发展 所以他就找了一天 去送花给他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女就把他的目的 跟他说 他就是说 你可以跟我买保险吗 买保险啊 我认为他们是 一见钟情 两情相悦 大家不错 那么如果他们的恋情失败的话 要怎么办 我想这是性骚扰 性骚扰 其实在比赛的时候 我跟其他参赛者 参赛者好像青山 或者我之间他们 都好像好朋友一样 我们在比赛当中 都没有根本去想到 谁会拿第一 谁会拿第二 所以在那天晚上 根本没有压力 谁拿第二都无所谓 其实我那个时候很开心 能够拿到第二名 又有四万块钱拿 当然是很开心 还有什么后悔 还有什么不干净不会 新一届的三甲风光出炉 男女继军分别是 何志健 郭菲利 亚军是李明顺 和兼得最上进 女新秀奖的林倩平 沈金散和郑秀珍分别夺的男女冠军 因为那天晚上其实是抱病上阵的 而且非常辛苦 因为都看不清楚嘛 所以那边的FM就拉我上台 然后说OK 现在你出了 这样子就丢我一个人在外面 我就得表演 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说 有一点好处就是 我自己没有给自己压力 因为觉得说 眼睛已经够辛苦了 何必再去给自己 多余的烦恼 已经没有时间去想这种东西 也没有时间说去害怕 所以一出场呢 只是说想把事情做完 反而这样子呢 我觉得演起来会 很轻松很自然 大家都会觉得很舒服这样子 那一晚 那一晚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之前的一个礼拜 我其实已经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肿了 那到了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去参加彩排 所以就是大决赛的前一晚 我才去听清善告诉我 说现在你现在这样走 这样走 然后好像crash cross这样 马上就得上台 可能是一个比较 朝九晚五的一个化验师吧 没有像现在这样做只做台 那以我自己的性格来说 如果我参加彩排 我相信我现在应该是 结婚生的孩子的妈妈 我可能会做广告 可能我已经念完书了 然后在商业发展吧 我想 为什么参加彩排 很好看 我现在去当小贩吧 因为我看到很多小贩 尤其是那些卖炒果桥了 菜头贵了 一个两个家的车 都比我还要大 很羡慕 会当老师 或者是在国外当游泳教练 做Garanguni咯 还有什么好做 可能我会做行销推销员 或者是还是会待在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也有可能在工厂 也有可能我已经结婚了 也不一定 谢谢